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已经不能再正常充电了 这是我第一批买的松下爱勒普1900毫安的电池 我记得当时购买它的时候是 我身后的那个白色的A10刚刚发布的那年 也就是2016年的10月 那么可以计算一下 现在是2023年的实业 这六节电池我已经用了七年 观好 这里是安姨爸爸说 今天我们来继续聊一下关于电池的事情 因为很多很多人都特别关心电锤管使用的电池 尽管这是一个在我看来特别不重要的内容 但是没办法 很多人都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要么给自己的电池使用什么站位筒 什么锂电池之类的方式 要么使用什么升压线加上充电宝的方式 总之就是没有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去使用电池 那么现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六节 松下阿勒普已经非常旧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皮都已经剥落 然后A面也是这个样子 非常残破 但是这个电池呢 依然陪着我走过了七年的演奏生活 直到今天早晨 他才齐刷刷的提示说 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那么我的一家的那个充电器提示 他已经不能在正常充电了 这是我的一百多节电池中的一组 就是六节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这一套电池 我一节大概当时买的价格 应该是人民币20元左右吧 然后我可以用七年 整整七年 医学上可能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七年人体的所有细胞都会全部更新一遍 那么我用七年的时间来考验一组电池 是否耐用 是否有足够的性价比 我想应该是足够了 好 我接下来 每当淘汰一组电池的时候 我还会告诉各位 这一组电池我用了多久 建议各位 按照说明书的要求 正确的选择你电锤管所使用的电池 以保障你演奏中的安全 我现在所说的一切话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我这里面有大量的实际使用案例 由于不正当的使用电池造成主板的损坏 好吧 今天因为我一会要去火车站 所以我们简短的就说这么多电池的话题 按照说明书使用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